美國環境保護局前局長安德魯·惠勒表示 川普政府的環境政策不僅改善了環境指標 還不影響美國的就業 會勒認為 美國沒有必要重返《巴黎氣候協定》 中共政府在利用該協議撈錢 之前有專家警告 中共會利用氣候變化 迫使拜登政府在人權等領域讓步 惠勒表示 中共只會作出空洞承諾 上個月 德州大斷電 暴露了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弊端 惠勒表示 需要綜合使用傳統和可再生能源 來保障基本發電 他談到 政客為了政治利益掩蓋了可再生能源的弊端 會勒讚揚川普政府 使美國及其盟友擺脫了對俄羅斯等國的能源進口依賴 為了批評拜登政府叫停天然氣管道項目 傷害美國消費者 新唐人電視 紐約報導 特朗友 大支 折扳 紐約 冬 書 祭